各位朋友大家好 上一期节目播出以后呢 很多朋友向我反映说看着比较晕 心里头乱糟糟的 所以呢 我就继续制作了这一期的节目 目的就是为了帮助大家解除这些症状 大家知道啊 人们一般感冒的时候呢 吃感冒冲击呢 有一种催睡的功能 就是让你睡着了 自然你就不会感到头晕难受 然后一觉醒来症状明显改善 同理我这期节目呢 也是想让大家变得更晕 心里头更乱 然后可能就会晕倒 自然晕倒了就不会觉得头晕了 请大家务必相信 这绝对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法 大家对我的医术也应该持有信心 毕竟我的师父是从蒙古来的 从前两期节目 我们从阿富汗这么一个小地方出发 已经延展到了从公元前128年张迁出使西域 到公元6世纪这几百年间发生在欧亚大陆的历史 如果这两期的内容您都差不多搞明白了 那我要恭喜您 您已经修成了半仙之体 一般说神仙就是上至五百年下至五百年 那么您已经知道了前超过五百年的历史 所以半仙之体绝对是名副其实 这期呢 咱们再加上它一二百年的历史 让您的修仙之路走得更加的扎实 今天呢是我们这边的劳工节 我呢也就举行一次酬宾活动 在这期的美味药材上 我都要加量百分之三十 分量足足的 保证您听了就晕 不晕不要钱 今天呢想跟大家讲一讲公元七世纪开始的世界版图 讲讲我们熟悉的唐帝国 吐蕃帝国 突厥帝国 阿拉伯帝国 还想给大家说说现代西欧的这几个主要国家是怎么形成的 讲讲阿拉伯帝国最初是什么样子 还有唐帝国与阿拉伯帝国最后的火星地球 大对撞 在上一期节目中我们谈到在公元的581年隋朝统一中国 中国呢又回到了大一统的局面 而这时候在欧亚草原上并存的几个帝国 分别是在中国北部与西北部的突厥帝国 以及和突厥帝国联合 灭掉了白匈奴人的燕搭帝国的萨珊波斯帝国 这时候萨珊波斯帝国以阿姆河为界 与突厥帝国分享了中亚这块大蛋糕 阿富汗这时候也在波斯帝国境内 而从波斯帝国再往西就是东罗马的拜占庭帝国 突厥帝国很快就被分裂成了东突厥帝国和西突厥帝国 杨坚此时非常的郁闷 因为他所创立的帝国二世而亡 而这时候已经进入了公元618年 唐帝国兴起 不过看到大家如此崇敬的目光 杨坚呢还是备受鼓舞 倍感欣慰 不由自主的拍了拍身边的某位大臣的肩膀 说你干得好 这个大臣叫公孙盛 在他的一力斡旋之下 导致了突厥帝国的分裂 杨坚对长孙盛可以说是又爱又恨 因为长孙盛的女儿就嫁给了唐太宗李世民 试想一下如果突厥帝国没有分裂的话 那么以他当时的战利和国土的疆域 会不会提前发生以后的类似于蒙古西征征服世界的局面 还真的很难说 在公元七世纪的前夕 也就是公元600年多一点的时候 还有一个帝国也在悄悄的崛起 这个帝国就是阿拉伯帝国 当时阿拉伯半岛上居住的人呢是贝都因人 贝都因人也是陕米特人的后裔 陕米特人就是我们知道的陕人 根据圣经旧约全书记载 陕是诺亚的三个儿子之一 他是长子 诺亚三个儿子分别是陕、韩和雅弗 在犹太人的世界观中 世界是由亚、非、欧三大洲组成 而诺亚的三个儿子也是这世界三大洲三个不同人种的祖先 陕呢就是黄种人的祖先 而韩是非洲人的祖先 亚弗是欧洲白种人的祖先 相传非洲黑色人种的祖先韩 因为偷看了喝醉了酒的诺亚 也就是他的父亲的下体 所以呢 他的儿子迦南就受到了诺亚的诅咒 让他的后世子孙成为他兄弟的奴隶的奴隶 陕的后代中有一个人叫亚伯拉罕 他的妻子萨拉已经七十多岁了 还没有给他生下一个男婴 于是萨拉就把他的侍女夏甲送给了自己的丈夫亚伯拉罕 希望夏甲能够为亚伯拉罕生下一个男婴 果然是如愿以偿 夏甲诞下一个男婴 名字叫以什玛利 夏甲有了儿子开始轻视他的主母萨拉 而萨拉在得到了亚伯拉罕的支持以后 开始虐待夏甲和他的这个儿子 而且逼迫了他们离开了亚伯拉罕 到阿拉伯半岛这个旷野之地去生活 后来以什玛利的子孙就在这块半岛上 开始生息繁衍下去 在旧约圣经中 神对以什玛利曾经有过这样的预言 说他的手将攻击人 人的手也要攻击他 他必生活在弟兄们的东边 后裔极其繁多 甚至不可胜数 到了公元六世纪的末期 在阿拉伯半岛上 有一个人就自称是以什玛利的后裔 他的名字叫莫罕默德 也就是我们熟悉的伊斯兰教的创始人 到了公元610年 那时候还是一个商人的莫罕默德 在他经常去冥想的山洞中 突然听到了天使加百利的声音 悟出了天地间的唯一真神安拉的教义 于是他就创立了伊斯兰教 他的第一个信徒就是他的妻子赫迪彻 赫迪彻以前的丈夫是一位富商 留下了大笔的遗产 后来他就嫁给了比自己小十几岁的莫罕默德 莫罕默德最初在麦迦的传道并不顺利 他很快就受到了麦迦当地诺马亚家族的迫害 最后他不得不出走麦迪纳 在麦迪纳他受到了各级人士的欢迎 后来他就组建了一支军队 还和麦迦的贵族打了一仗 而且还取得了胜利 从那以后麦迦贵族也接受了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就开始在整个阿拉伯地区传播开来 随着伊斯兰教的传播 拥有同一信仰的阿拉伯人很快组织了一支强大的军队 这支军队的战斗力也是非常的惊人 在莫罕默德在公元632年去世以前 阿拉伯军队已经统一了阿拉伯半岛 莫罕默德去世以后 阿拉伯人组成的这个国家就开始进入了四大哈里发时期 莫罕默德的继任者就是他的岳父 也就是赫迪撤的父亲首任哈里发伯克尔 这时候是公元632年阿拉伯人开始向外拓张 走出了阿拉伯半岛的阿拉伯人看到的当时的世界是这样的 在他们的东方的东方 唐帝国已经建立 那时候是唐帝国的贞观六年 正是唐太宗李世民准备大展拳脚的时候 在唐帝国的北部草原就是东突厥帝国 西北部是西突厥帝国 在他的西南部还有一个日渐强大的吐蕃帝国 西突厥帝国这时候控制了西域的大部分地区 所以也不可避免的与萨山波斯帝国经常的发生冲突 而在萨山波斯帝国的西边 又不断的和东罗马败战亭帝国是战事频频 好了现在我们把焦距拉长 看看这时候整个世界的局势 在最西边应该是灭掉了西罗马帝国的西哥特人建立的西哥特王朝 它是位于现在的伊比利亚半岛 也就是现在西班牙和葡萄牙所在的地方 在它的东北是东罗马帝国 再往东分别是萨山波斯帝国西突厥帝国东突厥帝国唐帝国 可能现在大家又开始觉得头晕了 那咱们就把这几大帝国咱们分个组分成两个区分别是西区和东区 西区主要是东罗马白战亭帝国和萨山波斯帝国 还有就是现在慢慢崛起的阿拉伯帝国 在东区咱们可以把唐帝国、吐蕃帝国、西突厥帝国、东突厥帝国 咱们放在一起 咱们搞一次分组的淘汰赛 看看最后胜出的是哪个帝国 咱们先来说说我们熟悉的东边这一组 这一组中有唐帝国、吐蕃帝国和东西突厥帝国 对于唐帝国这个中原政权来说 他所惧怕的永远是来自于他们北部草原的游牧民族 所以占据这块草原的东突厥自然也就成了唐帝国的心腹大患 唐帝国的战略非常的聪明 他首先要稳住他西南部的吐蕃帝国和他西北部的西突厥帝国 而稳住的方式就是打一打揉一揉 打可以通过局部的小规模的战役 比如说和吐蕃的松州之战 而柔呢就可以通过和亲的方式 比如说我们熟悉的文成公主入葬 和西突厥也曾经达成了和亲的协议 但是呢最后是因为某些原因最终是未能成行 这时候唐太宗李世民专心对付的就是东突厥 到了公元630年大唐帝国的军神李靖大破东突厥 俘虏了当时东突厥的大可汗 杰利可汗 从此东突厥灭亡 而此时阿拉伯半岛上的穆罕默德也基本统一了整个半岛 大唐帝国与阿拉伯帝国虽然这时候还素未谋面 也可能并不知道对方的存在 但此时已经是暗暗的较上了劲儿 平定了北方以后 唐帝国马上把自己的视线盯在了西部 李世民派遣他的大将侯军级灭掉了西裔地区的高昌国 高昌国的国王当时叫居文泰 高昌国也是一个由汉族人建立的一个西域国家 以前居文泰一直是臣服于隋王朝 后来到了贞观年间 他有一次曾经去长安去拜见李世民 看到了当时长安的景象 与他以前见过的隋阳帝时候的长安差距甚远 简直就是破落不堪 所以他就产生了对唐朝的轻视之心 他回国以后就开始拒绝向唐朝纳贡 而且暗地里还与西图爵联合在一起 他也坚信他与唐朝相距甚远 唐朝的大军就是到了这里 饿也能把他们饿死 但是没想到唐朝的大军真的很快就来了 带队的人就是侯军级 当侯军级率领大军兵临高昌城下的时候 居文泰才知道大事不妙 不过他并不慌乱 他毕竟是熟读兵法的人 他知道三十六计走为上 而且他还把这一招发挥了一下 叫三十六计一死了之 所以他就真的死了 在被侯军级围城的时候 他就被吓死了 然后王位就传给了他的儿子 然后他的儿子就现成头墙 高昌国从此就被征服 唐帝国在那里又重新设立了安息都护府 安息都护府主要管辖的是靠近中国这边的西域地区 而对于更西边的地区还是边长莫及 充其量是起到了一个桥头堡的作用 要想更有效的控制西域的西部 只有征服西土爵帝国 终于到了唐高宗李治执政期间 这时候唐帝国继李靖之后的又一代军神 大将军苏定芳率领唐军大破西图爵部队 升勤了西图爵最后一位可汗阿什纳赫鲁 从此西图爵灭亡 而这时候正是公元六百五十七年 在这一年之前的几年里有两件大事值得我们大家关注 一件事在公元六百五十年松葬干部去世 唐朝与吐蕃的蜜月期算是结束了 我们大家知道最多的是文称公主期间 唐朝与吐蕃之间的友好往来 但是实际上在唐朝与吐蕃两百多年并存的历史中 只有这二十几年两个国家算是比较友好 其他的大部分时间一直是处于敌对状态 除此以外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更加值得我们大家关注 这是发生在唐帝国的远远的西方 这时候已经走出了阿拉伯半岛的阿拉伯帝国 在公元六百五十一年 在呼罗山也就是现在的阿富汗地区 大破萨珊波斯的军队 萨珊波斯帝国从此灭亡 那我们现在再回头看一看唐与阿拉伯这两个帝国的动态表 在公元630年左右 唐灭了东突厥 阿拉伯帝国走出了阿拉伯半岛 开始了他的扩张路程 而到了公元六百五十年前后 也就是二十年以后 唐帝国灭掉了他的另外一个对手西图决帝国 而这时候的阿拉伯帝国的势头更猛 居然灭掉了萨珊波斯帝国 也许这个变化大家觉得太突兀 所以呢咱们先把唐帝国的东部族放在一边 这时候唐帝国在东部族已经胜出 我们现在就把视线放回到西部族 刚才已经提到 在莫罕默德去世以后 阿拉伯帝国就进入到了四大哈里发时期 因为莫罕默德没有儿子 所以呢他去世以后的位置 就由各大家族推举产生 而到了第四任哈里发阿里的时候 在阿里担任哈里发之前的一任哈里发呢 叫奥斯曼 奥斯曼是出身于麦加的沃玛雅家族 这个沃玛雅家族 刚才我们提到过 就是最初强烈反对莫罕默德 并把莫罕默德赶出了麦加的那个麦加当地的大家族 后来莫罕默德回到麦加以后 沃玛雅家族也开始信奉伊斯兰教 成为了莫罕默德的拥护者 莫罕默德在他的第一任妻子赫蒂彻去世以后 就娶了一位诺马亚家族的女人为妻 而这位奥斯曼就是莫罕默德的又一位岳丈 后来奥斯曼遇刺身亡 莫罕默德的堂职兼女婿阿里成了第四任哈里发 而这时候远在叙利亚的总督 沃玛雅家族的重要成员穆维利叶 不满意第四任哈里发阿里的统治 阿拉伯世界就开始分裂 紧接着阿里遇刺 而阿里的遇刺也成了在阿拉伯世界中 两个最主要派别彻底分裂的导火索 这两个最主要的派别大家很清楚 就是逊尼派和什叶派 什叶派认为哈里发应该由具有莫罕默德血统的阿里 及其子孙来担任 其他的前任三位哈里发都是不合法的 而逊尼派则认为这四任哈里发都是合法的 他们也拥护第三任哈里发诺马亚家族的奥斯曼 阿里遇刺以后由他的儿子哈桑继任了哈里发 但是没多久就被迫退位 哈里发的位置就让给了当时的叙利亚总督 出身于沃玛亚家族的乌维利业 乌维利业也确认将来他的哈里发位置要传给他的儿子 这样的话阿拉伯就算是正式进入了帝国事态 这个时候帝国的皇位是世袭的 而不像以前四大哈里发时期是由选举产生 在历史上这段时期叫诺马亚王朝时期 这个时候阿拉伯帝国已经征服了萨珊波斯帝国 萨珊波斯帝国的最后一个王子贝路斯向唐帝国求救 后来唐高宗李治封贝路斯为波斯总督 波斯总督府就建在现在的阿富汗 在灭掉了萨珊波斯帝国以后 阿拉伯帝国的沃玛亚王朝 并没有停止他扩张的脚步 又过了大概五六十年的时间 这时候阿拉伯帝国已经征服了北非 以及在伊比利亚半岛上的西哥特王国 原先由拜占庭帝国控制的西亚大部分地区 也已经被阿拉伯帝国所征服 阿拉伯帝国征服一处 伊斯兰教就传到了一处 而全世界的穆斯林越多 阿拉伯帝国就会变得越来越强盛 到了公元715年 阿拉伯帝国已经成为了一个地跨欧亚非的一个庞然大物 不得不说 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帝国扩张的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现在我们很多人对伊斯兰教都有很多的非议 但是在伊斯兰教传播的初期 在当时的那个社会条件下 伊斯兰教还是有他的自己的先进性的 比如说那个时候呢 像萨山波斯帝国还有拜占庭帝国 他们都有大量的特权阶层的存在 而伊斯兰教主张在真主面前人人平等 这样的话就赢得了很多人的支持 现在我们看到有些伊斯兰组织对异教徒采取的手段是很极端的 但是在当时来说 阿拉伯帝国征服的地方并没有要求所征服的地区的人 必须信奉伊斯兰教 否则就要做肉体消灭 所以最初那些以前信奉其他宗教 后来改信伊斯兰教的人并不是被强迫的 而是被吸引的 这也并不是说他们对伊斯兰的教义有多么大的信服 而其实是和经济有关 在当时阿拉伯帝国内人也分为四类人 第一类人就是从阿拉伯半岛出来的那些穆斯林 拥有权力同时又享受福利 他们不用纳税 第二等人是被征服的那些地方转信伊斯兰教的那些信徒们 他们没有什么特权 但是享有福利不用纳税 第三类人就是生活在被征服地区 仍然笃信自己原先宗教的这些人 他们仍然可以信奉以前的宗教 但是他们必须要纳税 第四类人就是奴隶什么都没有 所以说你只要信奉了伊斯兰教 你就可以不用纳税 这对于很多人来说还是很有吸引力的 被征服的波斯人中的大多数人最后都归依了伊斯兰教 这样也使得波斯的文明在阿拉伯帝国内能够继续的发展下去 因为大家知道阿拉伯帝国是出自于阿拉伯半岛这个曾经的布毛之地 是远离文明的地方 莫罕默德本人也不识字 所以他们整体的文明发展的程度 与当时的萨珊波斯帝国和拜占庭帝国都有很大的差距 有点类似于中国元朝征服南宋时候的文明上的差距 但是因为有很多的波斯人都皈依了伊斯兰教 这样的话也使得波斯文明极大程度的在阿拉伯帝国持续期间被保留 甚至是发展下去 甚至有人说阿拉伯帝国的文明实际上是阿拉伯版的波斯文明 特别是后来波斯人逐渐掌握了阿拉伯帝国的军政大权 波斯文明更得到了很好的保护 阿拉伯帝国继续着它的扩张 到了公元717年的时候 他们就包围了当时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军事坦丁堡 东罗马拜占庭帝国这位千年老妖 这时候看起来也就剩下最后一口气了 在军事坦丁堡附近的海域 两个帝国的海军爆发了一场激战 谁也没有想到这场战役的最终的获胜者竟然是东罗马帝国 因为他们动用了他们那种最先进的武器 这种武器被阿拉伯人称为希腊活 当时阿拉伯帝国的海军的舰艇是非常的巨大 而拜占庭帝国只有一些机动性相对比较强的小船 但是他们却使用了他们的秘密武器 当这些小船靠近阿拉伯巨舰的时候 从小船上的一个管子中喷出了烈火 这种烈火在水面上仍然可以燃烧 阿拉伯巨舰的大部分都在火海中被焚毁 阿拉伯海军可以说是一败涂地 这一场仗也挽救了东罗马帝国 希腊火其实并不神秘 它的主要原料其实就是石油 说起来啊这命运也真是捉弄人 现在我们知道阿拉伯世界主要的经济来源就是石油 不过在公元七八世纪的时候 在中东及阿拉伯半岛还没有发现石油 石油是在差不多一九零几年的时候 才由英国人在当地发现的 当年的石油阻止了阿拉伯人扩张的进程 而在一千两百年以后石油又成了他们的生命线 阿拉伯人并不想就这样放过东罗马帝国 海路走不通他们还可以走陆路 当时的北非已经被阿拉伯人占领 当地的摩尔人也大部分成了穆斯林 而北非离欧洲是非常的近的 大家看地图就能发现北非与欧洲的伊比利亚半岛 也就是现在的西班牙和葡萄牙紧隔着一条直布罗特海峡 所以从北非出发的一支阿拉伯大军 这支大军主要由北非的穆斯林摩尔人组成的 他们顺利的穿越了直布罗特海峡 攻占了整个伊比利亚半岛 然后继续的向北进发 一直到了土耳这个地方 土耳的地理位置是位于巴黎的南部不远的地方 也就是说如果阿拉伯大军越过了土耳 那么下一步就是西欧的腹地巴黎了 而这时候统治西欧这块地方的 是由当时的蛮族日耳曼人创立的法兰克王国 当时法兰克王国的国王是莫洛温家族 不过真正掌实权的是他们的公相卡洛林家族 而此时的公相就是查理马特 最后查理马特率领的基督教部队 在土耳成功的击溃了北非穆斯林摩尔的进攻 这场战役对于欧洲来说可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如果这场战役失败 穆斯林会长驱直目 欧洲就会沦为穆斯林国家 欧洲刚刚兴起的基督教文明就会被彻底的摧毁 欧洲也会从那个时候就会被全面的伊斯兰化 可以说查理马特他还有一个外号叫铁锥 挽救了基督教世界 经此一役查理马特的声望也达到了顶点 他的孙子后来被罗马教宗加冕成为了西罗马帝国的继任者 以及罗马人的保护者 他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查理曼大帝 实际上查理曼就是查理曼大帝的意思 所以准确的说我们应该称呼他为查理大帝 查理大帝一生最大的贡献的应该是他基本上统一了欧洲 当时欧洲的很多地方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后 都被蛮族所占领成立了大大小小很多的王国 欧洲当时的蛮族主要有三只 一只是日耳曼人 一只是凯尔特人 还有一只是斯拉夫人 他们也是现在欧洲很多国家的人们的祖先 在公元七八世纪时期的欧洲被蛮族统治 那时候也是处于欧洲的中世纪 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后 文明的进程就停滞了下来 蛮族当时是真的没有什么文化 比如说在法兰克王国 他们是由日耳曼人统治 在王国内是实行一国两制 对于王国内的以前的罗马人 适用于罗马的法律 而对于王国内的日耳曼人 适用于日耳曼人的法律 罗马帝国的文明已经发展到了一个相当高的程度 他们的法律呢 跟我们现代的法律是非常的近似 而日耳曼人的所谓法律 现在看起来就是胡来 比如说他判断一个嫌疑人是不是犯罪采用的方式呢 是把这个人的胳膊在火上烤 然后看看他几天以后是否能够痊愈 如果没有痊愈的话 那他就是有罪的 还有一个鉴别好人坏人的方法呢 是把人扔到河里去 如果飘上来的就是好人 沉下去的就是坏人 所以大家很难想象 现在的欧洲文明是非常的发达 领先于全世界 但是在当时来说 还是处于非常非常蒙昧的阶段 查理大帝本人就是一个文王 他唯一会写的字就是自己的名字 查理大帝也就是我们扑克牌中的红桃K 最终也没有完成统一欧洲的使命 到他去世以后 到了他孙子的这一代 王国就被分成了东法兰克王国 中法兰克王国和西法兰克王国三个部分 因为他有三个孙子 那时候的日耳曼王族和中国的王族有很大的不同 在中国呢是实行嫡长子继承制 皇帝驾崩以后 天下社稷呢 就传给自己的嫡长子 或者他儿子中的一位 其他的儿子们可能被封为亲王 也可能领有一部分封地 但是都不足以威胁到皇权 而那时候的日耳曼王族却依旧遵循他们日耳曼人家庭的传统 父亲去世以后要把所有的财产平均分配给他的儿子 没有什么长幼嫡数之分 几个儿子分到的土地都是差不多的 力量实力也都差不多 这可能也是他们这个帝国难以持续太久的原因 不管你曾经多么强大 到时候一死就分成了好几份 这几份之间因为实力都差不多 起初还能和平相处 但之后就会相互的争杀 而且没有一个儿子会以统一作为他的目的 他们所想要做的就是成绩着他们祖先的传统抢劫 查理大帝死后留下的这三个法兰克王国 也是经常这样的争斗 其中的东法兰克王国最后变成了神圣罗马帝国 也就是后来德国的前身 西法兰克王国后来就演化成了现在的法国 而中法兰克王国就是现在意大利所在的地方 可能是儿子比较多 分着分着地就分没了 这个王国也就这样消失了 阿拉伯帝国的西征兽卒以后 它的内部也很快出现了问题 默罕默德的父母早王 所以呢 他自小是由他的叔叔抚养长大的 他的叔叔后来在帝国内呢也是权势越来越大 他们所在的家族就是阿巴斯家族 后来阿巴斯家族在什叶派穆斯林的帮助下 打败了沃玛亚家族 沃玛亚家族的人逃到了现在的西班牙地区 建立了一个后沃玛亚王朝 而阿拉伯帝国就进入到了阿巴斯王朝时期 阿巴斯家族的力量主要集中在帝国的东部 所以他们就把帝国的首都迁到了巴格达 帝国的重心开始向东倾斜 此时呢是在公元745年前后 这时候的唐朝的皇帝唐玄宗李隆基 刚刚灭掉了后突厥帝国 阿拉伯帝国此时已经在西区脱颖而出 在他东扩的过程中 就与想进一步掌握西域的唐帝国不期而遇了 一场火星撞地球级别般的遭遇战 就这样在达罗斯打响了 简单的说这场战役的背景呢是这样的 当时执掌安息都护府的安息都护是高高利吉的大将军高先知 他认为十国的国王对唐帝国不敬 于是呢就出兵讨伐 十国的国王害怕了就向唐军投降 没想到最后竟然还是被高先知给杀了 十国的王子脱逃 他到了西域各国联络其他的几个小国想一同抗击唐军 当时他也向阿拉伯帝国求助 当时驻扎在呼罗山地区的阿拉伯帝国的大将军叫阿布布斯林 他就答应了持国的王子 要和他一起去攻打安息都护府 为他的父亲报仇 后来消息就传到了高先知的耳朵里 高先知决定自己先下守围墙 不要等着你们来打我的安息都护府 我主动出击去到你的地盘开战 于是高先知就率领本部的三万唐军 再加上四万的其他几个西域小国赞助的部队 其中就有一个部叫葛罗路部 总共大军是七万人马就翻越了帕米尔高原 到达了达罗斯 高先知率领部队围住了达罗斯城 连续攻打了五天 双方可以说是不分胜负 这个时候 格罗路部突然发动了叛乱 使得高先知部队的侧后方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漏洞 因此高先知率领唐军大败 最后逃回中土的不过只有几千人 这就是达罗斯战役的大致情形 有人认为是因为达罗斯战役的失利 使得唐帝国彻底失去了西域 但其实情况并不是这样 达罗斯战役之后 阿拉伯帝国并没有大肆的向东扩张 唐帝国与阿拉伯帝国双方好像经过此次交手以后 都意识到了对方的强大 所以各自都采取了克制的态度 唐帝国与阿拉伯帝国之后的通商反而变得频繁了起来 很多阿拉伯的商人到了现在的中国的广州 广州也成了阿拉伯商人的聚集地 同时也有很多的商人为了和唐帝国做生意 他们就住在了东南亚地区 这也是后来东南亚的马来西亚呀 印度尼西亚成为伊斯兰国家的原因之一 唐帝国依然还能保持着对中亚驻国的控制 在不久以后封长青还征服了大波利 大波利呢就是在现在的克什米尔地区 真正是唐帝国失去西域控制权的 是四年以后爆发的安史之乱 安西都护府的部队被迫被调回了长安 去与安禄山的叛军作战 而这时候阿拉伯帝国趁势东进 中亚和西域地区因此被伊斯兰化 中国的中原政权从那以后就彻底失去了对西域地区的控制 而阿拉伯帝国最后没有进一步的东进进入中原的原因呢 是因为他们又碰上了另外一个对手就是吐蕃帝国 那时候吐蕃帝国变得非常的强大 唐帝国撤出以后留下来的真空 有一部分就被吐蕃帝国所占据 这样就使得吐蕃挡在了阿拉伯帝国与唐帝国之间 也就阻止了阿拉伯帝国的东进 公元八世纪也是阿拉伯帝国的黄金时期 到后来他们就日渐的衰弱 阿拉伯人忙于内斗 阿拉伯帝国内部竟然形成了由突厥人掌军 由波斯人执政阿拉伯人只负责念经的这种局面 这样这个帝国最后的灭亡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最后他们是亡于蒙古西征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不知道大家听完以后会不会觉得头有点晕 反正我是要马上去西洋了 其实啊这也很正常 毕竟修仙之路哪有那么容易的 感谢大家收看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下期再见